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父东九尔公任殿王是日本唯一的一位皇族首相 家族抵御真的很足 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除了一相纯皇后七岁时的老照片 模样还是挺可爱的 九尔公帮殿王共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梁子姿色平凡 三女儿质子则是公认的大美人 只是偏偏选中梁子为准皇太子妃 日本未来的皇后 梁子姿被内定为皇太子妃而退学 被送入私家寄宿学校学习历史 法语、刺绣和插花等方式必修可 徒为九尔公帮殿王的家庭找 前排左二则是梁子 1922年9月28日 九尔公梁子女王被颁受一等宝贯勋章 于1924年1月26日 于玉人正式结为初期 昭和天皇玉人体弱多病 眼睛高度近视 右手手指活 动不扁 能娶到梁子姨是万幸 从照片可以看出 湘纯皇后还是极为美貌的 昭和天皇玉人和湘纯皇后的婚姻算是明满 婚后玉有五个儿女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作为亚洲唯一一个称皇帝的君主制国家 历史上由于近亲结婚过于严重 致使很多皇室成员寿命较短 但湘纯皇后却是最长寿的皇后 享年九十七岁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